我經歷了各種不同的階段跟挑戰 這個頻道現在也快20萬了 坦白講是一個很大的瓶頸 因為這個數字已經 其實已經卡住了一年半 兩年了嗎? 就真的很久很久 嗨大家好我是志願 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頻道已經從2018年拍到現在 已經2024年了 雖然今年才剛開始 但是還是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頻道可能要起燈了 真的真的一開始拍影片只是為了想要自己記錄生活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從看過那個美髮沙龍日常 分享專業美髮知識 到一些BROW的 就是我也嘗試的拍了很多種方法 我們從只有高雄的一點點有卡 到現在全台灣都有有卡 從還沒有結婚到結婚 我小孩現在已經三歲了 那這段時間其實真的很久 456 最少五年吧 因為我是2018年的 好像是暑假過後的那個時間拍的 我第一次買相機 開始研究相機 那幾剪片 到現在會給剪輯師剪片 我經歷了各種不同的階段跟挑戰 這個頻道現在也快20萬了 坦白講是一個 很大的瓶頸 因為這個數字 其實已經卡住了一年半 兩年了嗎? 就真的很久很久 但我真的很謝謝大家可以支持我到現在 然後有機會讓我認識你們 你們也有機會認識我 就在這個頻道上 在YouTube的平台上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是在這裡才第一次認識我 那因為我現在也越來越忙 公司也越來越忙 接下來我就會有自己社群上的規劃 其實我還有很多影片還沒剪完 但剩下影片我應該都會在我的IG上放 如果你真的還想進去看這些影片的話 我會放在我的IG IG跟TTA我都會盡量的更新 未來也會有更多短影音的形式 還有哈拉美法院 就是未來也不會有影片版了 那因為他本來就是Podcast 當初是為了讓大家 可以看清楚 我們的臉 可以講什麼 那未來就會 直接再上傳到Podcast上 那如果你有Spotify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繼續聽到 我們的哈拉美法院 未來聲音檔 就會持續的更新了 其實我們已經停更很久 因為 同時要處理聲音跟同時處理影像 實在太麻煩了 那我們未來就會完整的 就是只處理聲音的部分 給大家聽到最一開始 做哈拉美法院的初衷 真的真的 這是這個頻道的 最後一支影片 那未來這個頻道 就 再也不會更新影片 啊好感傷喔 因為真的拍太久 拍太久 累積那麼久 覺得 有一點可惜 又覺得不該可惜 我總覺得 有新的規劃 照新的規劃走 才有可能有更大的改變 跟突破 那我相信未來一定有更多 很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你們分享 總之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 一定要去追蹤我的IG 現在我IG是 最常活躍的地方 就這樣吧 那我就要講最後一次囉 我是你的法西之志願 未來見 拜拜